慕容娃 勇娃高雄就參加熱舞社了 而且當時的位子就是第一位 熱舞社就站中間 在那個時期算是別校的 跟我們本校的都會認識 因為那時候我是戴紅色的粗框眼鏡 他們就叫我小紅 對學妹就會送一些東西 或是送情書之類的 就說小紅小紅小紅學長這樣子 如果重返校園 我可能会改科系 我就觉得哇 其实如果从高中时期 就训练一些技术的话 我觉得好像蛮不错 试试看 直接从表演开始 已经一臂用力念过去就对了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做这个 但是我们做完这个之后 以后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当时只有一个 就是Michael Jackson 一开始我不是参加热舞 我是在直排轮胜 但因为我们自己学校有英文话剧表演等等 然后我们上面就有编舞 编舞之后热舞社社长看到就说 把他抓过来 所以我是这样才进入热舞社 就像那样 之类的吗 像那样 如果小孩的教育有一千分歧的话 我们就会找不同家长来评理 我们在彼此再思考一下 所以其实一千分歧也不能用真的 也不能拿什么证据 因为小孩的发展基本上其实都是想让他未来变得某种样子嘛 所以我们就会把不同的家庭的状态多去接触 我们自己心里就有答案 我觉得机制校园生活 对我的演出来说是最轻松的一部 轻松的意思是因为它本体的内容就是非常轻松的 它就是非常轻松的 它不是那种很沉重的议题的 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状态 蛮令人期待播出的 TBBS的全新大戏 机制校园生活会在12月上档 它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很青春热血的一个校园剧 希望大家会喜欢 TBBS四十二台全新发点档 机制校园生活 来一回到听说 我们能带来的高中男球游戏全国大赛冠军战 新党师来了 我们应该怎么欢迎他呢 快把往后难交出来 这月是一期 TBBS四十二台机制校园生活 有时全国处放名播出 到这儿